好幾名員警合力直接把嫌犯壓制在地 但對方還是不斷掙扎 試圖逃脫 大聲呵斥不願意配合的嫌犯 他這才乖乖聽話 員警也立刻將人上鎬 控制場面後 員警要求對方靠牆坐好 要來好好確認身份 因為他涉嫌犯下銀樓搶案 時間倒回到五個小時前 嫌犯遲到闖進店裡 和黃色衣服的員工爆發扭打 員工為了自保先打電話報警 不過嫌犯同時迅速打破玻璃 偷走展示櫃裡大批昂貴金士 嫌犯不僅偷了金戒指金項鍊 再加上已經變賣的金士 總價高達15萬元 而他的犯案時間僅僅一分鐘 警方獲報後立刻以車追人 最後在他朋友位於板橋的住家內 找到嫌犯 發現他其實早就是慣犯 43歲的王姓男子 曾經因為強盜毒品案入獄服刑 才剛出獄不久而已 這次又因為缺錢買毒犯下搶案 專案小組全面擴大調閱監視器 以車追人 在案發五個小時內 迅速將犯嫌查契刀案 現在是不是很缺錢 對啊 嫌犯盜案後公稱 因為以前來過這間金士店 賣過的東西才會鎖定犯案 只不過才剛出獄 現在又重到復撤 接下來可能面對再一次的鎖鐺入獄 金新聞車大會 余家瑋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